好,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在最近幾天 來自於解放軍的多款秘密武器 現在開始來現身 好,畫面上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第一張在中國大陸網站上面流傳的這一張照片 好,我們看到的是這一艘 型號不明的軍艦來進行海試 外型上面來做解讀 我們看到上面具有雷達逆蹤的設計 配備飛彈垂直發射器 還有疑似紅旗衣零型的飛彈 尺寸來做推估是1300噸以上的輕型護衛艦 好,另外一個是來自於Neville News的報導 衛星照片也顯示說 一處位於中國大陸長江上游的造船廠 現在說正在秘密地打造一艘沒有被公開的航母 而且可能是無人機航母 我們會覺得說是不是有一點一反常態 這次秘密地打造這一些新型的研發 這些新型的武器 包括剛剛提到的新型逆蹤護衛艦 無人機航母 它的新武器的開發的模式 是不是戰略上有一些些的改變 張靖老師如何解讀 第一,這個事情完全不秘密 因為被曝光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這個所謂在長江下有這個就是造那個所謂的被疑似是第四艘航艦的 那個消息已經被證實說都不是了 它應該比較可能的話是接續洞拐五的洞拐六更大型的兩機的艦 那能不能就是起降無人機呢 我覺得那要等到真正的造出來再說 但是有很多的意測 到目前就間體的構型而言的話 那些意測都實在相當誇張 但是呢 我認為不會空穴來風 必然有其他的消息來源證實 確實有可能這個就是存在無人機或者這個其他所描述的功能 那我覺得大家耐心等待 終於有一定會揭曉 但是比較有趣的就是現在大家看的那個就是型號不明的軍艦 雷達逆中的設計 這個雷達逆中的設計啊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人家講說叫做威斯比 威斯比呢就是這個瑞典的設計 那個台灣的軍民呢 說那這個就要保利達批好了 說保利達批對上威斯比 這個船呢不是在一般的軍工產業的體系的造船體系做 它在解放軍海軍4810工廠在呂順 呂順口里的遼南船船船裡頭設計 所以它是相當相當的低調 前幾天的媒體報導 有人西方的一些評論者說 他在青島外面去這個測試 其實是不對的 他實際上是在呂順那邊開出來的 但是呢整體上來講我想大家應該要有幾個概念 為什麼說大家說現在研發的腳步變快了 我認為有四點我們要注意 第一個政治的決心有支持 第二是技術的能量累積到一定的成就 第三生產的條件呢也相當的充足 最後就是資金呢不於匱乏 所以在這個很多的條件之下 自然以前的所謂的這個小步快走啊 現在變成大步要進 但並不代表每一個面向都是如此 這個在戰機方面可能是如此 在戰艦方面可能是如此 但是有很多地面系統以及電子裝備而言的話 它可能進展還是要用小步快走 軟體是不是 不是就是說這個地面的系統 就是戰車啊這個火炮啊什麼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因為 我們那個軍品之中五花八門那個面向之多 你不可能每一個都能做到躍進式的發展 有些還是小步快走做漸進式的發展 但是整體上來講還是我講的那四個條件 政治支持 技術的足夠 然後生產條件 然後再加上資金 只要這個人家講富國強逼 國家夠富自然就容易強逼 都可以做 對就是這些很多的條件之下 但是呢有很多軍民啊 這個投下了很大的渴望 但是呢有很多的講的東西啊 真正啊就是說跟我們實際上所見的啊 這個有時候還是會有點落差 我是覺得我們在所有的評論之中 我的態度是相對比較就是 叫做保守的 我是覺得要等到真正的做出來 腳踏實地慢慢做出來 看出來就有 你現在把它吹得震天響 然後又說啊 當初啊當年猜錯了 我們今天看 這個一艘接一艘的艦艇之中 有些確實讓很多軍迷啊 原來的推測落空 有些呢卻又讓他們啊 有些沒有猜到的功能而驚艳 我想啊大家啊還是應該啊 就是等到有多少證據 講多少話是這個態度是比較正確的 好 張先生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了說 中國大陸的部分我們可以特別來 值得期待的是戰機跟戰艦 我們現在來比一比看 美中之間的戰機的 目前的一個競賽 到底進度到哪裡了 這是來自於彭博的報導 國防部 美國的部分計劃透過出售戰機給印太盟國 好 這些盟國包括了亞太地區 南韓日本 好 還有來到了新加坡 甚至澳洲等等 派駐西太平洋美軍 預估2035年有超過300架F-35戰機 駐紮在印太地區 好 在中國大陸部分我們也來看到解放軍的部分 也配備了300架以上的殲20 未來計劃量產殲35 好 請孝偉哥來幫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在西太平洋的比較這個戰略的布局上面 美中 你如何看 其實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 現在無疑的是目前這個地球上 這種先進這種所謂的第五代戰機 暴增速度最快的這個地區 因為中國大陸它還在持續生產 以及讓它的部隊配備新的殲20戰機 那殲20戰機當然可以不可否認 它的確是中國大陸它現在所生產的 這種第五代戰機裡面算是一個代表作 那同樣的 但是殲20戰機 當然它進入府以後我們也注意到 就是說這個飛機的確相當的大 整體來說它是一個大型的 雙發東極的重型主力戰機的 這樣的等級 其實這種等級的這種戰機 特色是連美國這樣等級的國家 都不會養太多太多 像比如說當初跟殲20 應對的這個美軍戰機 是屬於這個美國F-22 你看美國F-22 當初也才不過量產了183架 那180幾架而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說未來中國大陸 它要配備300架以上這個殲20 我覺得它從購置成本上來說 大概不成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在日後的作業維持成本 像譬如說中國大陸 你看大家講說它現在第三艘航空母艦 都已經服役了等等 如何如何 但其實從一些美國像CSIS的 這些專家來說 他們其實一點都不擔憂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聽好中國大陸 造了兩艘航空母艦 要造第三艘航空母艦 他們第一直覺是 歡迎加入這樣的一個俱樂部 也就是這樣一個進逐的局面 也就是當你這個船進來以後 真正開始進到解放軍府以後 你才會知道這個玩意 每一年會吃掉解放軍 每一年多少的作業維持預算 它其實真的 號的預算真的非常可怕 後面的成本 對 後面成本非常可觀 像譬如說5月16號 雷根號離開了日本的 恆虛河碼頭 很多人就說 他離開恆虛河 準備回美國大修 我說我心想看一看 這些人笑一笑 為什麼 剛好相反 他在日本已經把這個船 整個修得漂漂亮亮 然後新興地抬回去 幹嘛呢 因為日本每年要給這個 美國很多這個叫體貼預算 什麼叫 就是幫忙美國這個 軍備在日本養那個時候 自衛衛隊是日本人出的 所以他已經把 用這個體貼預算 把船修得好好的 修好才回家 對 修 真的是修好才回家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 你說未來中國大陸 它真的要配備到 300架以上殲35 殲20 當然它的目標是 希望能夠把它原有的 包含像殲11 或殲11B的這個部隊的 這個部隊戰機呢 就是它擔任這種主力 戰機的這個部隊 都未來都換成這個殲20 但是呢它後面也還希望 也注意到 就是說它這個 大家也認為 未來它還會 就是它的這個 沈陽飛機製造廠的 殲3組也要接續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看美國它還是有一個 包含像這個 F22跟F3組 一個高低搭配嘛 雖然說現在這個F3組 原本是做一個 漏的這個部分 但是隨著 航空電子科技進步 其實反而F3組變成一個 主要變成一個 High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 因為它的作戰效能 或它的這個 網路中心作戰能力 比F22好太多了 反而變成這樣一個態勢 但是呢也不可否認 就是說今天解放軍 它未來希望能夠好生產這種 能夠跟殲20搭配的 相對來說 比較便宜一點 這個殲3組戰機 其實也不是不科學的一件事 但整體來講 就是你後面要有多少錢 來做 來養多少飛機 跟維持 那像以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雷達航電電子科技技術來說 其實說真的 它比俄羅斯先進非常的多 那當時比如說 我們剛剛這個圖上看到 第一個看到這個不明 這個軍艦海事 大家都講 像那個瑞典的威斯比 其實我覺得它更像 俄羅斯的 22350型的 這樣的那個護衛艦 對 它其實比跟俄羅斯的 這個軍艦還來得更像 所以我覺得 他們可能在外型上來說 搞不好還跟俄羅斯的 這個技術交流還多一點 但是如果說今天 中國大陸的這個雷達航電 科技電子技術 它其實遠遠超過俄羅斯 它大概在目前這個地球上來說 大概是可以接近到 歐洲的水準 離美國也的確 還有一段距離 那這個部分來說 會讓中國大陸的這個戰機 真的在作戰效能上 你說一架這個殲20 能不能比上一架F35 這個的確是 比較讓大家覺得 是中間是有比較多的 討論空間的 我相信殲20 對於這個解放軍來講 已經生產 而且生產了這麼多個 他們叫航空師 一個接著一個開始換裝 絕對在性能上來說 是達到這個當初解放軍的目標 但是呢 達到解放軍的目標 跟你說 能不能跟美軍的先進戰機 能不能夠擺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來進行比較 那這個時候 你美國在網路中心作戰上的能力 這個東西 是大家看不到 其實也是最難比的地方 我們只能說 從現有的 這個一般 從民間所能夠掌握到 這樣的通訊科技來說的話 我相信共軍的能力不差 但是你要說真的跟 能夠到美國那一個等級的 這種網路中心作戰的話 可能或許還會讓大家一些 有比較覺得 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或能夠真的做比較這個地方 那當然了 未來解放軍 它配備這麼多先進戰機 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在西太平洋地區 能夠對美國戰機 達成一個突破 它的圍堵的這樣的能力 因為其實我們從過去的 這個戰爭的這個歷史中 可以看得到 好 即便你的這個平台 對我的平台有一定程度的 科技優勢 但對不起 我數量比你多 我比你多到你 我完全把你壓垮 那這個時候你就玩不過我了 那美國雖然說 這個戰機數量雖多 但是美國的戰機 它基本上要平均分配到 它全球各個戰區裡面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資本 全部壓在西太平洋上 在這個情況下 那中共對美國 它所能夠形成的數量優勢 就有可能抵消美國 它擁有的科技優勢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 也是在西太平洋這邊的局勢 這一次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中日恢復部隊的交流 西太平洋現在很緊繃嘛 我們看到的是 20名的中國大陸的 校級軍官組成訪問團 5月14號出訪日本 參加由日本 這個是替川和平財團 舉辦的這一場 日中軍官的交流活動 好 一週的活動 裡面呢它說會參觀防衛省 航空自衛隊的小木基地 還有海上自衛隊 武賀基地等等 尚之哥您如何看 這個中日恢復 部隊交流代表的意義 其實中日過去來講 長期來都有固定的交流 那麼這次之所以相隔五年 並不是有任何的政治差異 主要是因為 那麼新冠疫情的關係 然後終止在恢復 過去中國大陸像這樣到日本訪問 大概有13次 之前有13次大概200多人 每次都大概來20個人左右 所以我們看這次呢 大概這次我們來看這次帶隊的部分 其實是叫做張寶群少將 那張寶群少將 他所負責在中國大陸這方解放軍 他負責的其實就是一些軍事交流的部分 那我們看這次去的部分的人 這20個人 大概也都是約莫30多歲到40歲以內的 確實是現在的中間幹部 然後他就是一個確實是 從包括他們的防備研究所 陸海空在日本的部分都去看了一下 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他恢復例行性的部分東西 倒沒有說是有更具指標性 或比較深刻性的意義 但無論如何他還是開始 因為在這裡頭 要知道日本是這樣子 日本始終有些特別 所謂的親中派 或者是說 親中當中希望終日交流 能夠持續性 地點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進行